自行车 自行车人类历史上的一大神奇发明 两百年来凭借着两个轮子和一双脚踏板 在庞大的交通工具王国中屹立不倒 如今这辆神奇的小车一路向前 作为可持续交通的象征 施进了联合国的议程之中 2018年4月12日 第72届联合大会通过了 土库曼斯坦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将每年的6月3日定为世界自行车日 由此联合国第一个以自行车为主题的国际日 新鲜出炉 你知道自行车是怎么来的吗 自行车的发明者究竟是谁 一直存在着正义 不过世界上首辆获得专利认可的两轮自行车 属于德国人卡尔与德莱斯 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自行车不同 德莱斯的自行车没有链条和脚踏板 需要靠双脚蹬地向前行驶 尽管这种骑行方式相较于今天过于沉重 但却比步行快得多 德莱斯恰如其分地给自己的自行车命名为行走机器 发明自行车并不是因为这位没落贵族闲得没事 而是与一场史上巨大的自然灾害有关 1815年 印度尼西亚坦波拉火山爆发 大量的灰烬和二氧化流进入大气层 遮挡住阳光 改变了全球的气候 低温是欧洲进入了没有夏天的一年 1816年到1817年 欧洲粮食欠收 马匹饲料价格也随之高涨 德莱斯不得不开始寻找 替代马车的交通工具 1817年6月12日 32岁的德莱斯跨上自己的发明 从曼海姆市中心到施维清根驿站 不到一小时便往返骑行了十次公里 从此开启了人类骑自行车出行的历史 两个世纪以来 自行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没有脚踏板的行走机器 到驱动顺畅的现代自行车 从贵族的私人玩具 到随地可寻的共享单车 它忠诚地服务了一代又一代人 也将自己驶入了联合国的荣誉堂 联合国为什么会选择自行车呢 上个世纪 随着汽车工业的大发展 越来越多的车辆 步入了寻常家庭 也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等问题 带进了现代城市 零排放的自行车 正是最为清洁环保的 可持续交通工具之一 它便捷 健康 廉价 环保 是城市慢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着移居城市的建设 也完美契合着联合国 可持续交通的理念 Bicycle plays a major role in pers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 Given their convenience, health benefits and affordability of bicycles they could provide a four greater proportion of urban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helping reduce energy use and CO2 emissions worldwide 这是世界自行车日发起国之一 图库曼斯坦在提出倡议时 给出的表述 如今世界上大约有一半人居住在城市 而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我们无法阻止现代世界向前发展的脚步 但是必须要为这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考虑 也许已有200岁高龄的自行车 正是未来建设可持续尝试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接下了 哪有20岁高龄的水管 大约有20岁高龄的车 我接下了 也许已在这里 我接下了 那应该有20岁高龄的车 大约有20岁高龄的车 不许多 大约有20岁高龄的车 第5岁高龄的车 其实我想做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